我们说呀 提倡薛欧阳勋 是取法乎上的一个总的 总的纲领 总的一个意见 这个不用多解释 但是欧阳老先生 已经死了一千多年了 那你找他薛 你问他怎么支笔啊 你从口血缘那那怎么 起笔啊 你填笔是怎么回事 你用什么纸用什么笔啊 你问他这肯定 问不来 那就是我们呢 比你们早恋了这么几年 那么有这么一点经验呢 把我们所知所懂的 相对准确的告诉你 相对准确 也就是说欧阳老先生没在 你知道他就怎么支笔啊 我们只能说 看他讲了一句积桌短落 他的用笔论当中欧阳勋说的 你可能不知道这句话 我告诉你了 积桌短落欧阳勋说的 那么我间接就告诉你了 你说具体咱们 积桌短落 那就低支笔 紧握笔 可能就这个意思吧 那准确不准确 那么现在我比你早恋三年 我相对就是全为意见 这位先生呢 比如早恋十年 他就相对全为意见 我们只能相对的 接近欧阳勋 只能是相对的 要是绝对的 你写这个 你写这个就不像欧阳勋 我就跟你说 欧阳勋再写一遍 欧阳勋也不像欧阳勋 你看他写的那个 活不淡军碑 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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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九成功 于公公 一样 这差业很大 所以说 欧阳勋都不能禁死自己 我们怎么可能 绝对相似 但是呢 你不要完全按照 我们写的去写 按照这个意思说 开法欧阳勋学天 这是那个 去法乎上总当领 然后说 那又让你跟我学 我还就得教你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想教你 怎么样更加接近欧阳勋 你学欧字 学欧阳勋的字 你听信田的话 你会越来越近 如果像那位 网友叫陆生生 他所说的那个 离我们越远 就离欧阳勋越近 他后来在网上说了 他说 我爱好书法 就是从你网上 讲的三百六五集 我跟你学开始的 我学学你 你说让我学欧阳勋 我就把你那话 给发展极端了 不用多说了 行 可以 实践欧阳老师 就是您刚才那个意思 就是师父领性门 修静在个人